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今天的 Dr. Tony 個亂亂講 那我們上次講到說 今天有一個有年紀的病人 再加上膝蓋疼痛 他不代表說是退化性膝關節炎 那這一次我們就會邀請到 新莊不理台北醫院的陳建榮醫師 他是位骨科醫師 嗨,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陳建榮 那我們會一起來討論 由復健科醫師的觀點以及骨科醫師的觀點 一起來討論退化性關節炎 以及全膝蓋關節置換的手術部分 那目前台灣到底置換的現況如何 還有骨科醫師是怎麼想的 我們都會一起討論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節目 麻煩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以及開啟小鈴鐺 謝謝大家 建榮,歡迎你來到我們今天的節目 謝謝 反正有什麼就說什麼不要想太多 沒有錯,沒有問題 置物不言、置物不盡 對對對 因為我是復健科醫師 那我們想要跟你詢問的是 就以你們骨科醫師的觀點 今天退化性關節炎 假設他已經確診了 然後病人的疼痛 就真的就是退化性的問題造成 你的觀點大概是什麼程度 你會選擇幫他開刀 我們講的退化性關節炎其實要看它的分級 民眾常見的話是從0到第4級 第4級 那我們直接講到最嚴重的大概就是第4級 膝關節面 關節面 他的這個軟骨都已經磨損殆盡 然後整個關節腔都已經狹窄 然後關節變形 有骨刺 整個關節軟骨都已經磨損掉 所以他的軟骨都已經磨損掉 等於是 硬碰硬 硬碰硬 那個腳的 走路不管在力學方面 在他的這個 疼痛方面都非常非常疼痛不舒服 所以 這樣子的情形 他的 X光片他的骨頭的磨損程度非常嚴重 第4度的磨損 合併他的這個疼痛非常的不舒服 那已經 吃藥啦打針啦 效果都 看起來不是很好 那我們這個時候 就會建議他要做 手術 做手術 謝謝了解 因為就我們臨床上也會遇到 那就 我們的部分 我大概就是說 如果病人沒有什麼特殊需求的話 也都是先從非侵入試者 一節一節往後 從可能 單純的熱膚 電療 然後 吃藥打針 然後到最後不行 可能就要轉給骨科做到評估 那當然 當然 這個是治療的部分 我們復健科可能也會鼓勵他要多做訓練 很多人也都會搭配 大腿的肌肉萎縮 其實通常 會萎縮也不會只有大腿肌肉萎縮 萎縮 核心也不好啦 什麼都 狀況都不太好了 然後減少出門 覺得站一站就很累 更不想動 就一個惡性循環 這樣 那 你的臨床經驗有發生過說 其實病人沒有很嚴重 但是 希望你幫他開刀 患關節 是的 剛我們講說退化新冠肌 我們分四級 其實很嚴重的四級的人 其實並不一定那麼多 很多時候可能在 第1、2度的退化 關節軟骨 輕微磨損 或是有一些些 發炎 積水 疼痛不舒服 那這些時候 有時候現在 現代人 大家都 想要 速成速成 他想要趕快不痛 想要趕快好 或是說他在吃藥打針治療一段時間 效果其實沒有很理想 很心急的時候 他可能 就想要來尋求做一些 骨科醫師這邊做一些手術的治療 那治療來說其實 手術 其實像骨科 我們是拿刀的 拿刀 拿槍 拿錘子 所以 在手術的時候 有些 我們講 除了 這個 大手術 還有一些 微創手術 可以 用比較小的破壞 給 病人 比較好的一些 一些 治療 不過 還是會看他的這個 臨床的一些分級 分到 哪一個 程度 我們不要做很大的破壞 我們做小手術 就可以完成他的這個 需求 對 所以 所以可見你的觀點 也是認為說 即使一樣都被判斷是同一級的退化性關節 但是 他也不一定是 同樣的退化性關節 他可能著重的損傷 不一定是一樣 有些是內側半月板 有些是外側半月板 比較多 其實也是要看病人的 狀況為主 沒錯 對 因為像 就我來說 我 我會 覺得 就我 我轉接病人去給你們 幫忙 就是 尋求外科手術的標準 我大概不是用影像 我比較是抓 就是他有沒有做過哪些治療 然後 這個 功能失衡的狀況 已經 達到影響到他什麼程度 那不知道骨科醫師的看法是怎麼樣的 其實我們剛剛聊到就是說 他在 疼痛不舒服 其實 痛是很主觀的 很痛 有些人這個 他的 退化程度已經很嚴重 他覺得 沒那麼痛 有些人退化其實已經 其實還算蠻輕微的 哇 他這個 非常的不舒服 非常疼痛難來這樣子 那我們在 評估疼痛 就像如同剛剛 就說的 這個 他的 接受過什麼治療 那骨科醫師 還有一個比較客觀的這個 影像的一些判斷 這個 X-ray CT MRI 然後可以去做 除了 關節軟骨以外 剛剛講的 這個 被內側半夜軟骨 十字韌帶 還有這個 他的情形是不是 配合合併的一些 肌肉的一些 萎縮等等 那 當然 在 評估完以後 其實我們講 其實 損傷程度 並不嚴重的時候 那麼 也許他去做 其他的治療 也許比較適合 而不適合開刀 所以 其實我覺得這是 天秤的兩稱 有時候 手術 跟 這個 復健 這兩個地方 我們在這兩個地方 都要一起做 評估 才能夠 給病人 比較好的一些建議 那建議歸建議 有時候 其實病人 他們 病人現在主觀醫師也很強 是 開始 要講Dr. Sharping 這個骨科醫師 再看下一個 醫師都看兩三個 骨科醫師就看兩三個 這麼好刷起來都是 都已經 好幾次 基本上我臨床最怕遇到 一進來就跟我說 你是我看過的 第25個 復健科醫師 是 通常 那我病人 我大概也很難 真的 把它處理好 有些時候可能是 他的病真的很 很艱難 是 有些時候可能 他 也沒辦法 可能 醫師不夠讓他信任 讓他好好的接受治療 沒錯 對 所以 所以 所以我覺得 病人怎麼想 他的需求是什麼 真的是最重要的一個 indication 沒錯 我們才提供我們的專業 然後給他參考 這樣子 那就現在來說啦 假設今天已經確定要 覺得 保守性治療都做完了 今天這個病人他說 我想要開刀 你也覺得 同意 他可以嘗試開刀 那目前我們 針對 退化性膝關結炎的 手術 術室的部分 大概分成哪些部分 是 以目前退化性膝關結炎來講 那我們比較 小的這個破壞 我們講就是 微創的這個 關節靜手術 那 其實刀口 兩個小洞 進去關節軟骨 輕易清洗 那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 模型的地方 這是一個正常的 膝關節 那 他在 內側 外側 微創手術就是兩個洞 進去把這個 關節軟骨 有發炎 積水 破損 進去做個清床手術 那再來 比較嚴重的破壞 這個 魔索我們會做這個 人工關節的 置換 那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是一個 全人工關節 置換的一個 模型 所以有 大腿的地方 骨骨的一個 植物物 還有 頸骨的植物骨 是全人工關節 那這 兩個之間 還有這個 半人工 也就是說可能是 內側磨損 針對外側磨損 我們只做 內側的置換 以及 外側的置換 我們叫半人工 半人工關節的一個 置換手術 所以目前 主流來說大概是 關節軟鎮手術 還有這個 半人工和全人工關節的置換 那 在其實很古老的還有一個叫做 結骨矯正手術 就是說我們今天 關節軟骨這個已經都已經歪了 已經變形了 那有時候我們會 結骨 矯正把骨頭打 這個把它 矯正成 很好的一個力學狀態 簡單說就打斷重接 打斷重接 所以結骨矯正 這也是一個方法 所以 目前有以上大概這幾個方法 可以做 脫外新冠件的一些手術治療 剛好 剛好提到結骨矯正手術 你剛好提到 因為 臨床上我有遇到兩個病人 預後都不是太好 是 現在 現在還有 這個刀的術室還開得多嗎 目前來說其實結骨矯正 這個手術算是蠻古老的一個手術 就是當 人工關節還沒有那麼進步的時候 那結骨矯正手術其實 很重要的 它的這個 indication 它的適應症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 嚴謹 嚴謹 也就是說它大概要 要年紀大概50歲 50歲 所以年紀大概60 70 80 各位可以想像 它退化磨損的這個 磨損的路 它這個肌肉的萎縮 其實都非常非常的糟糕 那會做到這種 年輕的50多歲 讓功能狀況不錯的 才有辦法去承受這個 打斷 重接 這麼一個破壞的事情 那當這個結骨矯正 如果這個 適應症沒有抓好 你找一個 70歲的阿婆 80歲的阿婆 哇 他怎麼受得了 說打斷重接 然後做一些 復健的一些治療 對因為就我們復健科的 臨床病人 有些手術啊 臥床 其實臥床個 一兩個禮拜 本來會走路 結果不太能走路 對對對 我那個 其實 那要再訓練回來 都非常的辛苦 所以目前 假設最古老的不談 我想這個應該比較少 那像這三種 目前台灣 一般你們 哪一種做的比較多 我想 目前來講的話 我覺得比較多的 還是屬於 全弄關節自緩手術 因為等於說 雖然是 也有容易 然後說 解決完全退化 新關節的這個問題 不過 在這個 一開始這種 輕創手術 如果 在 輕微的關節炎 在他做 輕創完之後 可以想像 隨著五年 十年 他又退化以後 退化以後 那之後 還是要換 能溫關節 所以 被人有時候就覺得說 哎呀 我怎麼一個膝蓋 開兩次 是不是說 我這個關節也沒有開好 上次沒有開好 所以變成要換能溫關節 其實 話不能那麼說 就是說他其實在 某一個階段 我們會做這樣的建議 然後下一個階段 做這樣的建議 所以 以目前比較多 還是以關節置換 比較多 那 微創的這個 類似性關節靜手術 就治療關節炎 退化新關節來講的話 也是有 但是相對就少一些 因為 這其實蠻常見的 對 很常見 其實我們附近科有 蠻遇到很多 就 就一開始 只是輕創 然後過了幾年 就換了 換關節 對 那中間有一個半置換 就是半膝人工關節置換 這是比較新的嗎 比全人工關節還新的 以目前來說 如果說關節靜手術的前身是肌骨矯正 那 我想全人工關節的前身就是 半人工關節 所以一開始 其實早期也是半人工關節 就是只換內側 那也是如同我剛剛所說的 內側 用了10年以後 15年以後 因為外側也磨損掉了 我會這麼問的原因是因為我最近 發現臨床上好像半人工關節的 變多了 是不是有一些什麼 器材的突破還是什麼 因為我發現最近這樣的病人變多 重點 半人西人工關節置換手術 他在這個裡面的耐摸墊片 還有他的 植入物 還有他這個力學的這個研究 近期來說他們有在做一些調整 跟一些 引入一些大數據的一些 關節的一些狀況 所以他在 手術完手術的過程 手術的這個 後續的這個效果 這個狀況 病人會覺得好像更舒適 所以 有時候就是 復古了 復古 一段時間就是會 稍微 創新創新 然後之後又 復古的東西又拉出來 然後之後又創新 所以 半溪的關節近期是不是算是說他把以前的東西 就重新修復 因為我發現這件事啦 可是 可是不知道 我覺得 臨床上 這我遇過不代表是 真實面目 我發現 很多半溪的 病人 奧床上 預後都沒有想像中那麼好 確實 那就是說我想 這個問題也是回應到就是 像在抓 手術適應者的時候 我覺得 尼床其實 抓得緊 對於醫師 如何讓病人 滿意這件事 還重要 互相滿意啦 就是說 病人也會覺得說 醫師給我一個 很棒的 治療 那這個醫師也會覺得 得到很好的回饋 所以 半溪的關節 好 那因為這個東西出來之後 各位可以想像就是 有一群人 開了這樣的手術 可是這一群人裡面 也許是一個 一樣 70歲的阿婆 80歲的阿婆 給他換半溪 哎呀他可能 5年10年後 他要換成全膝治患 他就變成 很不舒服 所以 以後這樣子的情形發生 那如果說這樣的來說 我們一般的全膝關節治患 大概 保存期限是多少 我想以目前的這個 他的植物 然後這個墊片 我想好好的使用 我想大概十多年 十幾年 大概是 就是 十五年 上下 十六十五年左右 對 跟我一般那時候的數字 差不多 可見呢 這幾年好像也是差不多 對 但是 以這個材料科學院進步 現在有這個 超耐磨墊片 他有經過一些放射的一些 膠連 然後讓這個墊片 他在 耐磨程度的 情形有提升 所以 倘若墊片有提升的話 那他的這個耐磨程度 是可以承導 所謂的二十多年 三十多年 所以 臨床上 我們建議病人說 那 因為耐磨墊片 還是要有費用 四五萬塊的費用 那 我們講 八十歲的阿婆用一個 超耐磨墊片 好像不太那麼有 有必要 所以臨床上我們在抓個 六十歲左右 我們就建議 用超耐磨墊片 他用了八十幾歲 九十幾歲 他其實我想 夠用 夠用 那 各位可以想像就是因為 他的自費的東西 中國人傳統就覺得 自費就是好啊 就是很棒 所以有時候當 八十多歲的老人家 他的活動力也很好 所以我們也會給他用 比較好的墊片 所以其實 廣義來說 健保的墊片大概用 15年 10到15年左右 那 超耐磨墊片 可以用到 20多年 20多年的情形 所以我們在 做 翻修 也就是說 膝關節置換 他 真的要重新再置換的時候 用超耐磨墊片的情形 確實是比較少